买保险也要出示财力证明 您认为这样的规定合理吗 金管会现在要求保险公司 必须要落实财务合保的机制 民众从7月份开始购买的新保单 如果保费跟年收入明显不符合 就必须要出示财力证明 但是这项政策今天引起部分立委的批评 认为有扰民的嫌疑 买保险不仅是买个保障 有些人还用来投资理财甚至节税 先前还传出有投保大户 最多时买了500多张的保单 不过从7月份开始 民众买的新保单保费 如果跟年收入差很多 就得先出示财力证明 过去有这个规定 那因为没有执行 那可能有一些问题产生 所以希望说能够这个规定能够落实 陈玉璋说保险业在核保时 就已经有这样的规定了 只要同一个被保险人 累积保费超过年收入的30% 保额累计超过家庭年收入20倍 或者是在三个月之内 连续向两家保险公司投保 保额跟保费 跟个人的财力收入明显不符合 都要提出财力证明 可以是存款 订存单 房地产所有权状 地契或者是股票等等 不过就有立委质疑 买保险跟办信用卡不一样 根本就是扰民保险 它是一个预缴制度 有付款才有保险的权益 所以尽管会要求民众购买保险 必须要付财力证明 并不合理 而有保险业者则认为 可能会影响高额保护的权益 台湾有很多人 他是可能没有什么工作 但是他可能有很多的财产 一次要交很多的保费 那的确会是一些困扰 不过尽管会强调 为了避免腐烂投保 才会要求全面实施财务 合保的机制 而且也不是所有民众 买保险的时候 都得要出示财力证明 至于该怎么做 才能够确保保护的权益 尽管会将和业者再来讨论 记者综合报道